前舰缓缓浮出水面 还展现经营航行能力 这是中共军事频道 释出的前舰画面大修肌肉 而美国国防部近日公布的 中共军力报告 2025年中共海军前舰 总数可达65艘 2035年甚至来到80艘 对比我国现役两艘 舰农级前舰进行性能提升 国造前舰海昆号 也正进行驳岗测试 战力似乎有些落差 我们是防卫作战 所以我们主要的是要控制 离台湾周边不是很远的 潜舰伏击区 如果我们要随时 可以控制台湾周边 这些最重要的伏击区的话 我们需要10艘可以作战的潜舰 让中共的联合封锁作战 出现缺口 寒天目前对岸各有6艘 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舰 及核动力攻击潜舰 另外还有48艘 常规动力攻击潜舰 总计约60艘 某国潜舰数量至少提升到10艘 才能有效防卫 潜舰国造核心人物黄树光 也曾在内部会议说 期望用于作战的潜舰数量 2025年达到3艘 2027达到4艘 也需要使实际情况 滚动式调整 潜舰国造这个原型舰 如果能够顺利通过测试的话 我们是应该支持我们的海军 去扩充我们的潜舰兵力的数量 海军扩充国造潜舰的确有其必要 不过如今国民党立委马文军 涉嫌泄露潜舰机密 后续进度恐怕又在延宕 这个又会涉及到这一个国防机密 跟这一个 跟这一个国防透明度之间的一个拉锯 那这中间要如何去取得平衡 这个就是有赖于现在的国防部 跟现在的立法委员两边之间 要如何去取得平衡 从一个账面上来看的话 预算这一边受到一个阻扰 自然会有一些影响 抵抗中共威胁 海军努力国造潜舰 若真进度被拖累 恐怕得全国承受这风险 参讯国宋许全台北才能报道 未经许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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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